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将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第13个讲次 那么这个讲次是延续上一个讲次的绩效评估这个议题 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参与授课的两位老师 田老师 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田立朱老师 第二位李老师 各位同学好 我是李隆忠 好 在今天这个讲次的主要是探讨这个奖励跟惩罚 那么首先我先介绍这个讲次的教学大纲 在这个讲次里面我们将介绍几个主题 一 奖励跟这个惩罚的意义 二 奖励跟惩罚的目的 三 奖励跟惩罚的重要性 第四 我们要做个个案的研讨 那么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谈到这个绩效评估的一些理论跟原则 那么我们也知道所谓绩效评估呢 是指组织对内部的成员的绩效 进行评估和管理的一个过程 按照一定的标准 采用科学以及有系统的方法和原理 来评定跟测量员工在工作职务上的工作行为 和工作的成果 并且检查和评估这个组织成员 对他的职位所规定的职责的贡献度 那么进行一种量化评定的一个方法 那么绩效评估的主要目的呢 我们在前一节也谈过了 就是要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 对于绩效评估的结果 我们要进行奖励跟惩罚的回馈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奖励跟惩罚的回馈呢 我们可以让绩效优良者得到这个奖励 那么绩效不佳的人 也可以得到应该对应的惩罚措施 如此我们才可以达到 所谓的正义平衡的原则 这个也是绩效评估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么所谓奖励 什么叫奖励 所谓奖励是指说 当一个员工表现良好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绩效优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给予 赞许 奖赏 使得员工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那么什么叫惩罚 那么所谓惩罚 是指对表现不良 或者有换过违规的成员 那么给予 减薪 降调 或记过等等措施 那么使得这个受惩罚的员工 受到适当的痛苦 或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田老师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奖励和惩罚的目的 好的 建立奖励 与惩罚的制度 它是属于一项控制组织成员 遵守组织规章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建立这个制度 它最主要是一个工具 然后它的奖励作用 它不仅可以来鼓励 绩效优良的一个成员 同时可以借此来激励 其他成员的一个笑话 惩罚与奖励 均具有相同 劝赏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项对绩效评估 结果的一个回馈 以达到正义平衡的一个原则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积极的目的 在于激发成员 遵守组织的一个规章 那么它消极的目的是在于 给表现不良 或者是患错的一个成员 给予非常的苦痛 或者一个刺激 他的一个心灵 知道他知道了以后 有所来警惕而不再犯 同样的一个错误了 好 谢谢田老师 我们知道奖励跟惩罚 虽然是两个对立的一个观念 但事实上 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为了让员工有所警惕 能够追求更加的绩效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李老师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奖励跟惩罚它的重要性 好的 我们做绩效评估的目的是要提高组织的整个绩效 而奖励跟惩罚则是对绩效评估结果的一种回馈的方式 可让绩效优良者得到奖励 绩效不佳的人也可以得到对应的惩罚措施 这样才可以达到正义平衡的原则 这个同时也是绩效评估作业中非常重要的一反 建立绩效以及惩罚制度 属于一项控制组织成员 遵守组织规章的很重要的工具 奖励它的作用不仅可以鼓励绩效优良的成员 同时可以借此用来激励其他的成员也要效法 这样子才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 谢谢刘老师 我们知道在这一讲跟前一讲 都是在探讨这个绩效评估的议题 那么有关绩效评估理论跟这个原则 我们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讲次里面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绩效平和的理论 在这两个讲次里面 我们都已经帮同学们介绍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个案 来让同学们来了解这个绩效评估 它在实物上的一些应用跟一些进一步的了解 在没有讲这个个案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请李老师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在一般的中小企业或大企业里面 有哪些的奖励措施 有哪些的惩罚措施 好的 那我们在业界里面最常用的一些奖励的措施 可以最普遍的来说是用一种叫做技工 技大工 技工 还有嘉奖的方式 这种是一种属于精神方面的鼓励 那另外一种就是食指的鼓励 食指的鼓励是有现金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的鼓励 那常常做好了一件很好的对公司很有帮助的一个绩效出来以后 老板假如说能够给予一笔一万块的现金 那对于这个努力的员工这是非常好的激励 那有一些公司或许财务比较不允许 他是用给予技工那技工来说对一个很重自己至尊的一个同仁来 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奖励的方式 他可以在同才里面 因为我有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获得肯定 那我受到技工的奖励 那回去还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来炫耀说 说我在工作上获得一个肯定 那得到了一个技工的这个奖励状 那对这个工作成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措施 我们再从给予实质的奖励这一方面来说 有现金有给予股票 有给予一个就是一个礼品的方式来给 那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员工是很有实质的鼓励 他可能可以获得这个一万块的奖金 那至于一万块的奖金 他可以对于他的家人给予一些额外的额外的给予 让他家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给予物品的奖励 譬如说有一些公司是以股票 那股票如果是市值 股价是六十块的话 那相当于六万块的实质的鼓励 那对于这个员工是很好的激励 他可能会更努力的 希望能够去获得更多次的 类似这样的实质奖励 那我们对于公司也是很好的一种措施 因为公司可以经由员工的努力 在自己的业绩上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是我所做的补充 好 谢谢李老师 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 了解了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奖励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课本里面的这个个案 那这个个案主要是针对一家 这个汽车公司 我们姑且把它称为F公司 它的这个在绩效平衡里面 怎么来建立一个考核量表 它一个过程 我们请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在我们业界的实际作业里面 当然各家公司都有各自的制度 但是我们书本上举的这个实例 也足以让我们同学能够获得很多的如何建立一个绩效评估的方式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那首先我就简单的来跟各位同学来做一个介绍 那第一个是我们做公司的简介 那一家公司 自家公司是一家商用的公司 那它最主要生产商用车 以及国产乘用车的代理商 那业务包括提供消费者新车的销售 维修的服务 以及中股车的分期贷款 这些项目 那目前我们这家F公司的资本额有三十亿五千万元 那前程有八十八家的指引销售据点 同时也有八十七家的指引保养厂 可说规模非常的庞大 那员工的总数达到三千五百人 那在台湾的上用车的市场里面 F公司持续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市占率 可说是市占率非常高的一家公司 那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这家F公司 累计总销售的台数 有突破一百万台 为国内第一家销售 突破百万辆的汽车的经销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销售业绩 就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能够达到一百万辆的销售的成绩 在台湾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家 那我们接着介绍F公司 它是一在宝岛永续成雄 神桌再造第一作为公司 未来失联的一个愿景 那在管理方面 F公司也是以客户 员工股东 都认同为最有价值的公司 这样的一个愿景作为公司的使命 那公司目前也导入平衡计分卡的模式 平衡计分卡的模式 可以说是目前许多家大型规模的公司 所引用的一种绩效评估的方法 最普遍性的 那F公司短期的策略目标 它依据平衡计分卡的这个制度 分为四个过面 那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使命 以及策略的订定 来达到组织绩效的前面提升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财务过面 那财务过面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用来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 杜结不必要的浪费 那在流程方面呢 在流程方面最主要 我们必须要做到简化流程 不必要的流程就必须要把它舍弃 那同时也要把作业进行一化 一化才能够让时间节省下来 让人力节省下来 把人力投在需要投入的地方 那第三部分是客户的过面 客户的过面这也是整个平衡计分卡 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有顾客才有我们的销售业绩 没有顾客的话 那一部车子都卖不出去 所以客户的过面 所重的就是客户的满意度 同时为了达到让客户满意 我们必须要做到诚信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客户由于信任来买我们的车子 那第四部分是属于员工的过面 员工的过面最重在学习 员工的过面的另一个简称 也就是学习过面 那学习过面就是要培养我们公司的从业人员的职能 那有良好的职能以后 才能够在工作职场上来发挥 那假如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职能的培育的话 那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套很好的 让客户满意的说辞来推销我们公司的产品 那另外在这个过面我们也要考虑到考核的公平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公平的考核制度 那这样的制度订定出来以后 那员工才能够透过这个过面 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坏的评价 那第五个要介绍的是 我们根据这家F公司针对员工的绩效评估制度的满意度调查来看 但是这样的一个绩效评估的方式 仅仅只有27.9%的员工表示满意于现在所施行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规划 那有近八成的员工认为目前的绩效制度是无法公平公正的来衡量 关于工作过程面的态度与行为 同时也无法真实地反映出关于工作成果面的目标达成 那另外也有七成的员工认为绩效评估制度 没有办法引导员工朝个人发展 以及企业发展的方向来努力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看呢 那表示说我们这个绩效评估制度 是有某一些的缺点需要改进 因此我们现在再接着为各位介绍 我们公司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 到底内容有哪一些呢 那业务公司在员工的绩效考核标准 他是捐具客观的工作结果的考核 以部分主观看法的工作行为的考核 客观的工作结果的考核 包括哪一些项目呢 包括目标的达成率 还有存域 还有内控管理 这几个层面 那主观的工作行为考核 有包括领导的特质 以及务务的配合度等等 那实际考核的项目以及平衡的方式 则溯前由各平和的主管来决定 多数都是采用相对比较滑 也就是这家F公司它的主管比较偏好 用这种的相对比较滑的方式来平和员工 那最主要是一部属间的表现的差异 平和出来以后再来排列它的所谓的优劣的顺序 以上是有关现行绩效考核方法的介绍 我们先交换给老师 谢谢李老师 刚才个案里面 我们已经把问题点出来了 也就是说公司的简介 跟现行绩效考核的方法 我们已经介绍完毕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介绍这个现行的考核方法 有哪些存在的问题 还有解决方案有哪些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 这个个案里头 到底绩效考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它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另外它这个考核的这个量表 要怎么来建立 我们继续请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现行的绩效考核方法 已经介绍过了 那到底这个绩效考核 存在的哪一些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来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虽然这家A5公司的绩效考核 他兼顾到结果以及行为的导向 但并没有明定出员工被期望表现的具体的行为出来 那对员工来说 员工无法获知 在工作执行上应该具备何种行为与态度才是对的 那对主管来说 在考核员工工作表现的时候 没有明确的标准 那这样是很容易产生过度的主观的弊端的现象 这一定是非常有失公平的一种行为 即使有部分的主管能够订定出明确的考核项目 但该行为设复与绩效相关 设复符合公司现阶段的策略发展的需要 这些都没有办法获得很明确的确认 同时自家A5公司的绩效考核的方法里面 有关工作行为的考核有缺失如下 第一个是没有具体的考核项目 第二个缺失是没有客观的评分标准 而这样子两个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多 那包含员工不了解工作上 应该用何种的行为态度来从事工作 主管也难以执行绩效的评估 因为没有很明确的标准 绩效评估的结果也不会被接受 因为对这个绩效的评估制度是不信任的 那绩效评估的结果无法提供员工明确的回馈 也就是说评估的结果好坏 并没有很确实的很明显的这种回馈的措施 那在组织的目标也无法连接到员工的日常的生活上 员工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到我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那接着我们就必须要来介绍一下所有的解决的方案 那这家公司 A5公司针对上述的问题有哪一些的解决措施呢 那在员工的行为考核问题上 没有发展出明确的工作行为考核项目以及平均的标准 在工作的行为考核的目的一方面要连接工作绩效 一方面也要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因此F公司的工作行为考核量表 必须同时考虑到工作绩效以及组织的文化 第二个介绍的是各种工作行为的考核方法各有优缺点 我们为了要使这个量表的制作以使用能够较为简便 才能够让员工很快的就了解到 那亦不思维有让他让这个制度能够更有效性 那公司有一个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是经由下列的步骤来协助A5公司 来发展社合级组织特性 以及经营目标的工作行为的考核量表 那接着要介绍的是发展考核量表的步骤 步骤一工作行为指标的访谈 它的方式是依照职能模式筛选书 F公司过去一年绩效表现比较好的员工 在随机来进行抽验受访者 详细访问这个受访者在工作中的成功的经验 或者是在工作中的某些心得 跟他的一些特殊的想法 同时针对受访者谈及他的工作行为 到底你的工作行为的特点是在哪里 让他做一个详细的陈述 我们来做成记录 那第二个步骤是工作行为的指标的建立 依据受访者的回答 我们组于列出与工作绩效与组织文化相关的 这些具体的工作行为的实际例子 那同时我们将相似的这些工作行为 我们归纳为统一类的行为指标 并给予一个命名 成为我们工作行为的这个过面的一个项目 第三个步骤是工作行为考核量表的重要性分析 也就是说对于量表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有分析的资料 哪一些量表是重要性高 哪一些量表是重要性低 那行为的指标的建立以后 由实际的工作员工 以及职处的主管来做判定 那各项的行为指标是我为绩效考核的重要项目 这个有赖我们各个层级来做一个很详细的来判定 那第四个步骤是行为考核量表的效度检验 那为了进一步确认各个行为指标 以及绩效表现之间的关系 将经过重要性的分析后保留下来的行为指标 编制成我们李克特的五点量表 从一分至五分 预计表示说平人的表现是类或是差 或是可或是优或是卓越 经过这样的一个平和的结果以后 我们把文件进行回收 同时我们对回收的文件来计算各个指标的得分 以及绩效评分的相关性 那相关性不显著的指标 我们就把它删除掉 那第五个步骤是行为考核量表的编制完成 经过重要性的分析 效度检验之后 F公司对于员工行为考核量表 有含以下的几种 一个是责任性 一个是主动性 再就是解决问题 发掘问题的能力 还有沟通 协调 人际关系 创意 自我学习成长 热心 等等九项的行为指标 把这个九项的行为指标 我们正式列入考核量表 以五分来计算 那以上书本所列的 这个资料 个案的资料 是预计中央大学 人力资源研究所 所揭入下来的 好 谢谢李老师的个案分析 那么我们知道 绩效平和 虽然立了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工具 但是如果不落实 其实是空谈的 那么在最后面一个部分 我想跟各位同学补充一下 要怎么样来落实 这个绩效平和 通常来讲 要落实这个绩效平和 必须要结合四个工作项目 第一个 一定要跟员工发展计划 来结合 第二个 一定要所谓的退场 或换血的机制 那第三个 一定要有透过 有效的沟通跟面谈来完成 那么第四个 一定要透过这个 落实的真正的实际的机制来完成 那什么叫做员工发展计划呢 也就是说 当你绩效平和做完以后 跟除了做完这个奖励 跟惩罚的措施之外 那么另外可以从绩效平和里面 发现出员工的潜能 或者员工的弱处在什么地方 那么协助员工来做 未来的生涯规划 那么什么叫做退场机制 或者所谓的淘汰机制 我们讲 在绩效平和里面 发现有些员工 在某些的绩效项目里面 没有办法达成组织的要求 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有一些退场 或者淘汰的这个方式 当然所谓淘汰跟 这个 这个 退场的机制呢 并不是说一定把员工 就把它file掉 比如说辅导他这个转型工作项目 或转型到其他的工作场合 这个都是所谓退场的机制 那么 另外呢 像这个面谈 我们讲 由于主观的这个绩效平和 往往流于迷失 所以呢 有效的这个沟通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的 主要的议题 那么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 嗯 嗯 对 没有 嗯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